这个朋友对我没有用 所以我不教 这个事对我没有利益 所以我不做 人慢慢成熟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利己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人生其实是无法抗拒的 就是好的坏的 我都要全盘接受 因为这些经历的的确确 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人 其实人生的苦难有太多种了 原生家庭的缺失成长 过程中的孤独 爱情中的不适 工作上的失忆等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 只是每个人的难过不一样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七情六欲 酸甜苦辣 才证明你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你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往后再想起那些 曾经让你难过痛苦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 你正在一步一步变得更加了解自己 也更加懂得怎么去爱护自己